一個很甜蜜的顏色 其實我自己第一眼看都覺得好像很短 可能你們看的都覺得好像很短 所以我特意立刻穿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我的盆骨在這裡 剛剛貼了盆骨 而且你看我穿的褲子 都不是露遲的 我的褲子是沒有動過它的位置 也是我剛才穿上身的那個 沒有改動過的 這個是一個薄身的 線仔布料來的 也是一個春夏天的布料 你會見到是非常柔軟的 一個baby pink 一個很甜蜜的粉紫藍色 兩個顏色 剛才我說過很有小香風的風格 你看到是一個全開胸的扭款 不是 全開胸的款式 它用了一個半珍珠的扭 去突顯它的風格 那你會見到 左右袋也是有的 那如果你想lady一點的 那我建議可以配西褲 或者這一類裙褲 但是我自己呢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配牛仔褲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配這條牛仔褲 那我覺得 線條太漂亮了 對 我覺得這樣出來的效果很型格很多 那雖然說雖然它是偏向lady的氣質感的風格 偏向那類的 但是我覺得搭這一類lady的 搭一些喇叭褲 因為這一隻的喇叭褲 都是比較有線條感多一些的 那我也是可以帶一些那種味道出來 那我也是非常之推介的 那這個是一個 雖然大家覺得好像很短身 那剛才說給大家看 那也是一個 就是去到盆骨的位置 那另外這個呢 另外幾有驚喜的 就是我沒想到它這麼寬的 是因為我初初都以為 可能是小小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顏色和珍珠實在太漂亮 那我也 啊 入一下吧 這樣的想法 那這個 就是拿上手 我自己都覺得 挺好的 你看到也挺寬鬆的 那這個除了可以當 托款去搭配之外 那也可以搭配一些 來搭配一些背心 或者一些短袖的T 那如果短袖的T 局限性不算太大 因為剛才我說的 我以為它是小件的Cardigan 那可能呢 就比較建議搭配背心的 那但是如果你會看到 胸也有這麼闊 甲圈也有這麼闊 的時候呢 那你搭配內搭的T款 那就不會太有局限性 那我的靈活度就會大一點的 不過我自己 就是這個心 是覺得這個是一個 鬆珍珠出來的一個 item 那所以我覺得 即扣了扣 鬆出來會漂亮一點 不過也要重點跟大家說一說 因為它的胸闊 都是充裕的尺寸 那所以就算扣了鬆 鬆的珍珠出來 問題都不大